美国缅因州这所学校 从其第一天竟然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美轮美奂的花盆或花树 且处处充满花香 而不只是这里 全州共计26所学校 至少750名教职员 都会拿到一束花 总计高达3000朵 而追寻这股花香的源头 原来是当地企业之一 Subaru经销商力挺 花架全部付清 要给所有被归属于 感染高危险群的老师们加油打气 其实许多家长可能不知道 为了能让学校安全重启 许多教职员们之前好几个月 老早就花费出巨大心力 更改课程内容 并调整教学方式 东西人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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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